血荒急迫玉里国际统计会在7月15号举行的爱心捐血活动 在玉里镇的圆环号交玉里乡亲一起来捐血做公寓 自从0403地震之后要从台北捐血中心 掉血到花冬因交通不便无法及时救助 再加上天气酷热以及新冠疫情影响血库库存不足 供应导致医院用血遭殃 发生地震以后呢我们的交通就断掉了 所以血液从台北运过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那所以呢那我们现在花联的捐血中心的库存量只剩下三天 那尤其是缺少这个A跟缺少这个O型这两种血型 那这个花联我们同计会呢就响应这个花联这个捐血活动的活动 它库存量太少我们要响应它 所以我们今天举办了这个捐血活动 血黄急迫预理国际同计会113年7月15号办理爱心捐血的活动 在预理镇圆环号召预理的民众一起来捐热血做公益 因为太久没来捐了 所以赶快来热血一下 呼吁需要用血的病人仍在等待救命热血 盼身体健康没有感冒非确诊的民众都能够踊跃的来晚秀 曾经确诊COVID-19而无症状者从确诊起暂缓捐血14天 至于有症状者建议等症状消失之后再起算14天 大家一起来热血做公益 记者高松松玉理症采访报道